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进行表决 以17票对10票 强势碾压反对这笔预算的 民进党及五党级议员联军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这也是新一届 第20届基隆市议会开议以来 进行的第一次表决 也展现市长谢国良 护卫预算的强烈决心 由于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编列2300万元预算 委外办理在国门广场 及海洋广场一带 设置大型油气设施 及装置艺术和艺文表演活动 在基隆市议会引发 议员们正反不同的意见热烈讨论 特别是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市长谢国良到底要在这里 设置什么样的摩天轮呢 不过几乎所有的议员们 发言过一轮之后 市长达讯师表示 目前没有决定要设置摩天轮 还是任何设施 都还需要再评估 包括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地标 其实在国门广场 设置一个邮具 搭配一些展览 还有一些艺文表演活动 应该是一个 很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邮具是 什么样子的邮具 到底是说所谓的摩天轮 还是旋转木马 还是什么样子的邮具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待 这个专业提出各项的一个评估 那我也很感谢议员给我们很多指导说 这个2300万是不够的 其实要做长期性的邮具来说 的确是不够 这下子反对的市议员更不能接受 表示没有具体的内容和营运计划 要求删除全部预算 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建制 我觉得这2300万 它是长久的建设 反而会是我们地方民众 甚至是基隆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市民 甚至儿童的市民 更加殷庆期盼的一件事情 然而你这2300万 就在这三个月 四个月烧完了 而且这烧完了之后 真的对于我们基隆的儿童来讲 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啊 从你的这个说法里面 完全没有觉得 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我相信市长应该有接触也认识 但是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持续在要求是说 移动市邮局暗藏危机 所以他不管是针对法规面 针对安全面 针对市府的立场上面 都要多加评估 不然一旦业者租了 花钱来了 最后造成危险之后 谁要负担 后面市政府了不起就国赔 但重点是孩童受伤之后 这个风险没有人可以评估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这个2300万预算 到底要做什么 跟他有没有进行过 前期的任何评估跟规划 不然他设在哪边 他都是增加风险而已 他不一定真的 可以带动观光跟发展 但是支持的市议员认为 还是要让新任的 谢国梁市长试试看 市长也讲那么多的 只是说上任的一个首长 他想做的 我们刚才所有支持的 不分党派 即使有市长做看看 因为这是新增的 我当初第一次发言的时候有讲 做得不好 我们下边 甚至要编议算的时候 附上执行成效 在他讨论之后 114年的议算 与其说我们现在纠结于说 到底是该什么样去做 倒不如说我们回到最气氛点 在都市发展里面的水安开发 它的原貌到底是什么 原貌永远在一个关键点 就是人潮 如何有计划的把人潮往里面走 如何在短时间之内 把我们的旅客 把我们的游客 把所有来基隆的人 甚至在基隆本地的人 愿意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清水空间里面 来好好活动 我认为是我们都市发展中很重要一块 而我认为海景乐园这个计划 是符合这样的发展的 当然我们在地的这些产业要去推动 但是我们城市基隆的品牌是什么 我们要一个logo要出来 所以海景这个咖啡厅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我们才是这个 才这笔才发到这个市市预算而已 所以拜托大家支持 由于僵持不下 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委一度先提出删除300万元预算的建议 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能不能接受 不过这项提议并没有获得双方议员们的支持 因此中场休息五分钟协商时 市长谢国良更是直接走入议场内 挥手指示支持的议员们不能被删除一块钱 要表决就表决 因此恢复开议后 议长佟子委宣布直接举手表决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率领支持的国民党五党籍 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 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压 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均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赞成的现场议员17位 反对的10位 所以我们预算全速通过 但是我们有附带决议两点 就是市府要在3月提出临时会 提出我们营运计划 然后也请市府以相关规定设施 设置游乐设施以保障民众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胁迫道路多 基隆市议员张芳立在质询时 要求基隆市政府应该针对道路路面材质 以及防滑系数进行改善 另外张芳立也指出 成功路桥丁兹路口 以及南农路部分路段设计有瑕疵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呼吁基隆市政府尽快调整 长期关注教育议题的前议长张芳立 首先针对处罚学生方式提出他的见解 呼吁教育单位应该注意学生的心理状况 另外张芳立也对坡度多的基隆市道路环境相当关心 要求基隆市政府注意改善路面 建计方法系数 因为我们基隆市政府本身在山坡地 斜坡的路 在山坡的路走的很多 尤其是北顶路那一站 在山坡国际市政府更害怕 常常在出车 常常在出车 我们是不是研究看看 看是这个路面的災疾 路面的災疾 是不是一个改变 除了道路品质 张芳立也提出多个路段设计有问题 包括成功路桥定制路口 吉南隆路右转爱山路 再左转人士路的部分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比如说成功路桥定管 常常因为 我们跌起来是北颗 那边跌起来也是北颗 三条路都是在北颗 但是北颗的人 他要冠军过 他要冠 他要冠 刚才三条路的车都在冠 大家都不等 也没有一个什么 讓我看說到底這是這裡有車來嗎 沒有車來嗎 等到九尾的時候 都已經燒爛到了 那個路段也是要去做一個檢討 要去做一個檢討 開始那個路段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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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的地方 有很多市民朋友都來給我建議說 這個路段為什麼也沒有山頂也沒有青紅頂也沒有 都沒有 什麼設施都沒有 但是 就是常常這樣發生車好車好處理後就沒有了 我希望說 處長研究看看 看這是要安裝來的 還有一個路段 就是南明路出來 我們這個愛山路 愛山路 要南明路 我愛山路 要我一邊人死路這段 因為那邊很低 對於基隆市政府為推廣乾季家園 將檢舉獎金提高到罰還的75% 張芳麗也憂心反而造成檢舉達人過多 恐怕會適得其犯 建議基隆市政府調整一下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基隆市兒童油氣空間需求高 因此基隆市議員張浩瀚 特別關心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施工進度 對此基隆市長謝國良預估農曆年後完工 期盼可以在明年六月啟用 另外市議員吳華嘉和陳君佐也針對監視器設置 以及路平問題提出質疑和建議 今年剛完成 終身大事的基隆市議員張浩瀚 特別關切鄰里兒童遊戲場問題 尤其是重新打造了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工程 督促基隆市政府加快進行 基隆的除了室內兒童遊戲空間以外 室外的兒童遊戲空間 尤其在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張圖片 我想這一件事情應該我們張元祥處長 應該也非常有認同 因為當時在聯合昌市長時期 我們舉辦了兒童室外工作 兒童樂園的一個工作方 重點就是讓兒童來參與 所謂的整個兒童公園的 相關的一個設計 當時張元祥處長也率領了同軍團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就代表其實有非常多 不分年齡的兒童都期待著這個 希望知球兒童遊戲場 能夠盡快的完工提供給大家 來做一個使用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坦誠 相關工程有所延誤 目前希望能趕在農曆年後完工 明年六月啟用 我們希望能夠在農曆年的左右 希望在過年前後能夠來完工 那希望能夠在六月左右來啟用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會盡量努力 可以朝這個時間來完成 市議員五化家則以 新西街近期千安多 卻碰到監視器損壞的情況 詢問目前李林監視器安裝進度 對此金融市政府民政處長張元祥說 安裝進度的確有比較慢 不過年底1500隻的目標不變 廠商的速度我們會再加強 那今年度我們預計就是 9月份開始到12月中 希望能夠接著第二階段 跟警察局再來配合 能夠衝到一定的量 理想的狀況能到1500隻 五化家則質疑 以目前就用市府推動李林監視器 申請補助只有2000元 超過要自費 安裝費還要令計 到底會有多少人申請安裝 原廠攝影機所附之附屬品配件施工 需要安裝架費用令計 這個就已經是要一個自負的東西了 再來線路在五公尺以內 明管方式施工如有超出者 再令計 再來不含磚孔費用 如果需要磚孔的人令計 安裝施工位置需要有遮蔽物 防止潑水要令計 以原廠攝影機內線WiFi AP連線功能 進行設定 如果要連接外部的網路的話 費用要怎樣 令計 這些全部都是要令計的費用 光它的報價 每一個報價300 300 300 1800 市議員陳軍佐關心 前市府執行頗受好評的示範道路計畫 是否仍會繼續 而針對道路品質提升 陳軍佐也建議就市政府 成立路頻2.0專案平台 而入了跑步的費用 就包含我們道路跑步還有橋樑養護 我們增加了一億多元的經費 那觀光道路跑步的經費 我們就多了 增加了大概一倍左右 增加了六千多 所以我是要報告說 我們很重視入頻 就如同議員您一樣 所以我們會把資料提供給您 嗯 好 那個另外 謝市長我希望你明年 能成立一個入頻2.0專案平台 好好規劃本市的道路 針對人孔蓋降埋 道路整平 標示耗置無障礙通道 或行人安全 一併檢討 陳軍佐同時關心田徑廠 編更設計的問題 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 正在積極處理中 希望這座基隆人引頸期盼的 重要體育運動設施 能在安全的前提下 儘速完工啟用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基隆捷運第二階段 如何進到市區引發關注 基隆市議員鄭凱玲 在質詢時建議 從八堵銜接麥金路 長根商圈 再進到市區 是最佳的方案 另外針對國家新城勒利三階 容易出現交通勇塞 鄭凱玲也呼籲 基隆市政府儘快辟建 第二條聯外道路 市議員鄭凱玲 首先為基隆市原警教區 因為他們的警情加急 比臨近雙北少很多 呼籲曾擔任基隆市長的 內政部長林又昌 及曾做過基隆市警察局長的 警政署長黃明昭 因出面解決 另外鄭凱玲也關心 基隆捷運推動進度 尤其第二階段路線 鄭凱玲建議 可從八堵銜接 邁進入場跟商圈 再轉往市區 我們右側是這邊 南側是這樣的狀況 北側的話 邁進入北側的狀況 就是現有的長庚第二停車場 以及我們旁邊那個地方 長庚停車場後面 以及我們自強隧道那個部分 那個後面整大片 都是大部分是國有地的醫療用地 如果這兩邊這兩塊能夠好好的來使用 來規劃的話 我相信捷運到我們長庚 打造我們多功能的副都心 這樣子的全面的區域考量 規劃捷運站 及我們基隆的第二轉運站 這都是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針對國家新城的第三階塞車問題 鄭凱玲呼籲基隆市政府 緊速規劃 批建第二條另外道路 對此基隆市長謝國良也做出回應 從國家新城到莊觀里 然後就直接達到我們邁進路三項以後 就到附警天下的邁進路了 除了要上高速公路往基隆 這樣子都非常的好 真的是一條很順的道路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邁進路三項 是前市市府團隊說的幽靈道路 不是路的路 讓我們這條路能夠正式化 那邊應該做一個完整的交通配套的規劃 把國家新城壯觀 還有您剛剛講的邁進路的三項等等 還有甚至是不是有機會 從上次可以有一個引道到國道三號等等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一併納入做考量 我們剛剛還在討論一些科目上面的處理方式 希望能夠盡速的來規劃 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完整 一個交通配套的可行性評估 除了交通問題 鄭凱琳也關切金融市圍繞都更推動情況 尤其是安樂一起國宅六號基地 即將達到都更門檻 建議金融市政府協助成立招商小組 我希望說我們市府能夠也進入協同我們理事會 來共同成立招商小組 來推薦我們 或者是邀請我們的潛在的這個 基優的 我希望是基優的 潛在的投資建商來參選 我們這一次的本案的領選 謝國良表示 明年成立的都更辦公室 將一口氣擴編到20人 希望全力推動 我們目前都更的人力是不足 所以在議會通過後 感謝議會的支持 明年度我們的都更辦公室 第三規劃運用 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 關心婦女權利 提倡月經平權的基隆市議員 陳一在質詢時 除了表示在新一區各學校 放置生理用品之外 還實際抽查基隆市政府各機關 提供友好棉的執行情況 另外陳一也關心基隆市 要如何留住優秀體育選手 以及失資的問題 為了了解基隆市政府 提供友好棉的執行情況 基隆市議員陳一特別到 七獨區公所、殯葬所及環保局等 單位稽查 結果讓他相當失望 五月二十八寫說 六十七個場所已經有提供了 昨天突襲三個 只有七獨區公所有 而且還不知道放哪裡 是 殯葬管理所跟環保局 貼了這麼多 貼得滿牆都是 就問的時候問不到 而且這些服務台的一些志工阿姨 他們也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要加強的去宣導 讓他們知道 對此基隆市長 謝國良坦承還有改善的空間 會要求緊力達成 年底134處地點 都能提供友好棉的目標 運動選手出身的陳一 也關心基隆市政府的體育政策 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 希望恢復部分學校的體育班 例如中芯國小的游泳班 同時也能建立三級制度 讓選手訓練銜接更完整 要把這個三級連接把它做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國小 有很多體育班都被取消了 那我們是認為說 不要有這個人數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一個運動 能夠有個特色 都放在某一個國小 然後可以順利的銜接到國中跟高中 這個是最近我們比較在忙 那各方各面體育 當然業務相當多 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夠 繼續的在各項競賽來奪牌 並且謝謝議員有指導 以後這些重要的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會派出物理治療師 來協助這些球員的這個 這個恢復跟這個 他的一個休息的一個情況 陳怡則強調 要恢復體育班 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市長不要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陳怡也以成功國中 跆拳表現優秀教練 卻只能以社團名義教學 謝國良則回應 留住專業教練也是她的目標 海拳道的小女孩也是剛上大學 在全國全運會有拿到銅牌 你覺得她的關鍵點會是哪裡 應該是在她一路來所受的訓練 跟她的教練 所受的訓練 教練 都很重要 對不對 那教練現在沒有位置 我的意思是說她在學校沒有位置 她只是一個社團的教練來帶選手 成功國中有出這麼多金牌的選手 但是卻沒有一個專任教練來帶體育班 而且成功國中沒有體育班 對 所以我們最近在討論這個體育班的時候 我們也要把這個專業的教練制 就是每一個單項運動有一個好的 一個專責負責的教練 這個我們也是一併在要恢復體育班的時候 要共同建置完成 而這個教練也可以有一點像心態一樣 到處去找有潛力的學生 所以讓她的責任跟她的分工能夠明確 記者張祺藤 基隆報道 只要說個 тому 如果我們會有個關系的選擇 也有什麼這樣的事 我們就可以看稍後 我們會 repele 大小孩嗎 我們會在行動 大小孩嗎 大小孩嗎 對 大小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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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孩 大小孩 加一個依蝦來下禮拜可不可以幫我們夾雜掃一下 你嚇下去啊 這樣不好吧 請趟喔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發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拼固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二級接過 你那是無鷹腳嗎 怎麼料的 快教我 什麼無鷹腳 是我的地價稅 不贏啦 趕快去繳稅啦 不用急 現在用手機繳稅超方便 只要掃描繳款書上的QR Code 就能輕鬆繳 另外 還有這些多元繳納管道可以選擇喔 112年地價稅開中 安心繳納依止痛 台日議會交流再度加溫 來自日本神戶市議會議長方公壽 也是日本全國市議會議長會會長 這次他跟神戶市議員們首次參訪 基隆市議會表達台日之間深厚的友誼 在議長童子偉 漢副議長楊秀鈺的引導下 來自日本神戶市議會的議長 也是日本全國市議會議長會會長的方公壽 敲下議事錘 體驗基隆市議會的議事運作 講日文的通過 這次神戶市議會議長帶領議員們共12人 參訪基隆市議會 議長童子偉特別準備基隆的鳳梨酥 和台灣的水果 請參訪團成員品嘗 日本議員們都說非常美味 我想神戶市議會是率先 在我們這個神戶議會通過 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會 全國47個議會有37個都因此響應 在今年6月的時候 在他們的參議院也通過 來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我代表基隆市議會 陳志也非常感謝我們訪公壽議長 以及上田議員的幫忙跟支持 我想神戶跟基隆都有非常多的共同點 就是伊山傍水 有港也有郵輪 那我想我們多一點的交流 可以讓我們兩國的市民 都可以有更深的厚的情誼 我們會有更深的厚的情誼 我們希望把它拓展成這個國際空港 也都是台灣與日本引進西方文明的窗口 包括最早的鐵路隧道 最早的現代化港口等等 議長期待台日兩會有更進一步的友好交流 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搭乘郵輪 拜訪神戶士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8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冷氣設定26至28度 晚轉時間 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星期一 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 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 就是它 把它處理掉 電費沙手幫我處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發現你的冷氣 開的太冷了 肮臟的濾網不要固定清洗 電池 陰氣 洗衣機等等 電池用品沒在用 還加插圖 隨手關燈等 這些小動作 不會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LED 省電 省錢 又一亮 唉唷 真厲害啊 機龍有如童話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裡呢 夢幻千層蛋糕到底有幾錢啊 限定版的委託行咖啡究竟在哪裡呢 機龍味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實地走訪體驗 機龍的胃 當科學家 文學家 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樣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廣路都能再開心去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內政部長林又昌 中產以下房太祖支持專案 從6月1號開始 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剪片 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囉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新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 晚上9點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